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是我前男友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你 那他知道我是你嫂子吗 那当然也知道了 这太狗血了吧 这位是我现在的合伙人 吕良 也是我亲爱的男朋友 向南 好久不见 让我们进去说吧 等会儿 等会儿 家乔 我能单独跟你说两句吗 好 你先进去 一会儿见 家乔 他是我前男友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你 那他知道我是你嫂子吗 那当然也知道了 不是 什么情况啊 这太狗血了吧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人物关系 有点过于复杂了吗 好 好 你先别激动 你这样 我问你 你现在还喜欢他吗 我结婚了 大姐 那就对了 你不喜欢他 他也不喜欢你 你们俩现在的关系 基本上约等于陌生人 有什么复杂的呢 不是 我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 我 晓楠 你去哪儿啊 吕梁还在等咱们呢 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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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干嘛 你是不是生气了 晓楠 我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惊喜 这是惊吓 是是是 我知道是我想简单了 你别生气了 那我能继续往下说吗 你先说 我听一听 我跟吕梁 我们两个想结婚 结婚 江家乔你疯了吧 你觉得你哥能同意吗 所以咱求你帮忙啊 我去帮你给你哥洗脑啊 谁能说服得了他呀 不是 我就是说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 假装 你不认识吕梁 你们从来没见过 你跟他没有过任何关系 不是 你们是打算结婚的 那以后我们就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抬头不见 低头见到我怎么装啊 我装一辈子 那就先等生米煮成熟饭呗 好不好 我 江家乔我问你 你是认真的吗 你了解他这个人吗 你确定了你要跟他结婚 不是一时冲动吗 他跟我之前遇到的 所有人都不一样 我非常确定 我感觉你现在 智商 心智 全部都归零了 你知道吗 你的脑子里头 全部都是浆糊 你知道吗 这就是所谓的恋爱脑 是不是 我这是看我 浮了 我天哪 你的事我 我管不了 我也不想管了 随便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晓楠 那你是答应我 谢谢 爱你 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想干吗 我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想谈谈恋爱 想结婚 有什么问题吗 吕良 你爱他吗 你爱他哥吗 当然 犹豫了 为什么 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吧 那就不好意思了 关于佳巧 我也没什么跟你说的 佳巧他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 而且他还是个恋爱脑 你不能这么利用他 你怎么就觉得我是在利用他呢 你怎么就觉得我是在利用他呢 你的那些客户 不都是他给你介绍的吗 包括你这个工作室 还有你办的展 都是用着他的资源吧 你现在是以他家长的身份 在乎好谈判 还是我们让你为难了 让你在富豪老公面前不好做人呢 我只是不想你伤害他 你怎么就觉得我会伤害他 你是什么样的人 还需要我再说吗 我不就是在毕业设计的时候 借鉴了一下许淼的创意吗 你怎么说那么好听啊 那就叫剽窃 行 就算是剽窃 但你没必要在道德上 对我判无期徒刑吧